Hello 大家好呀 我是然然 今天来给大家画一个新生开学报道装 首先 我们先来带一个粉嫩的眼珠子 新生开学还是要带一个比较自然一点 好像越不太舒服 重新带 防晒一定不能辣 夏天要选择清爽一点 根据毛孔的方向涂抹 我用的是紫色调的骨粒 这样子可以体亮肤色 我们首先先来遮一个黑眼圈 拿出我们的大粉图子 顶上喷点电钻喷雾 别问我为什么 我也不太知道 但是怎么做就对了 再用稍微亮一点的颜色 遮一下我们的内沟 也把它拍匀 实在太好笑了 一定要给你们安利 这个男团再就业总益 先薄上一层粉底 从脸颊中间往两边涂抹匀 再用大粉图子 把它拍开 再用我们的粉底膏 轻点在肋钩和法令纹上 做一个面中提亮的效果 鼻梁和额头也不能忘 用遮瑕笔 轻点在我们的一些需要遮瑕的地方 现在我们的底妆就变得很干净 很服贴了 我们再来喷上我们的定妆喷雾 我这脸上哪来的一根毛啊 再用三粉轻薄的顶个妆 狂喷定妆棚物 等亮干 三明治定妆法完成 唇膏还是有必要的 后唇这一步很关键 我们先用塞子画一下腮红和眼影的部分 感觉我们的脸就像是这种白里通红 天生粉多路的这种感觉啊 爱着手法看似很专业啊 还打得像鱼粉 我们用一个偏粉一点的打底色 先填一下眼窝 下眼眼也不要忘了啊 用一个偏浅一点的粉色 我们再来加深一下眼窝 用一个盖一点珠光的棕色 填一下睫毛的根部 这步加深一下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眼睛看起来更深邃 我个人比较喜欢用这个红棕色 加深一下我们的下眼影 要填在睫毛根部 这样开起来比较稳固 顺便可以把这个睫毛根部再填一下 用一个白色提亮的这个颜色 打一下我们的C型眼角这儿 有种开眼角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开没开 但是我这个东西好像有点扣出来了 没事我们继续 用一个珠光色打在我们的眼柱子中间 然后像两边铺开 这用手就行了啊 不用刷子 你看blingbling的那劲儿有了啊 用刚才加深下眼线的鱼粉画一个卧颤 用白色提亮 我家睫毛技巧就是很很很 你看看在这根根分明的睫毛不就有了 我最爱黑色眼线胶笔填充的眼线 一整个就是自然放大眼睛的效果 要填实啊 你看看对比 然后用个棕色眼线胶笔开个眼头 我用的是线长的睫毛膏 先打个底 这效果带啥假睫毛 再用鲁蜜的睫毛膏再刷一层 一定要刷慢点仔细刷啊 一根一根刷 看看这效果啊 不必带假睫毛自然 下睫毛也别忘了啊 也要一根一根的刷 刷仔细 别结块结坨 突然很像就是有黑眼石 没口下来的那种感觉 这自然大眼妇不就来了吗 我用的是眼线叶笔 拉长一下眼尾 注意啊 不要太长拉到太阳穴就不好看了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刷眉毛前就先梳一下 眉嘛我也没啥技巧 就是我这个眉型就描边了 填实 要到打鼻侧领这部分了 反正就是轻点一点点刷 别打太重了啊 不然像被人打了一样 鼻头还是要修一下 修得显得小巧精致一点 我喜欢用哑光高光来体谅 不然我总觉得珠光会显得妆脸很脏 顺便把我们的肋钩法令们也都体谅一下 我真的很喜欢边化妆边追剧追综艺 这样同时能干好多件事还提高效率 这眼睛还是不是还在那瞄呢 眉骨也可以顺便一起体谅一下 天哪 我的手扣进了我的眼影盘里 扣掉了一大多在我的指甲缝里 用这个点彩刷刷腮红 就这个点戳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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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种方式 顺便把那个太阳穴也可以戳一下啊 复明一下太阳穴 鼻梁 鼻背 鼻头都要戳戳 下摆戳一下 现在可爱 我通常都喜欢用这种修容膏 这样刷在颧骨这个位置 比较自然 不会结块 狂刷这个下颌线 给我收 我们这个新生爆刀妆大概就完成了 我们再涂一层这个唇膏 秒变嘟嘟唇 对了 不得不说这个UKs03的这个4号啊 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女 夏天涂了 坚持了 你就是水蜜桃本人 还是要用一下这个蕴彩刷 蜂营一下我们的唇线 涂到外面呢 我们还可以再用这个遮瑕 修一下我们的唇型 我们这个人间水蜜桃就大体完成了 妆我完成了 现在做发型 对了对了 脖子别忘记了啊 色差明显很尴尬 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 拿了一个碎花小裙子 内衫 因为裙子已经很抢眼了 今天选择戴一个 bling bling的耳骨夹 少女辣妹能够有了 再背一个小圆饼 就是可爱本人 今天的发型 我选择用了一个小夹子 把头发夹起来 蓬松一点 显得更自然可爱 好啦 今天整体的妆容和造型 大概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